大家好,我是菲莉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叫《上帝授权女星》 全心节是在《比德前书》二章十七节 经常记着说,无要尊敬众人 趁外教宗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 今天的信息是,我们要尊重上帝授权的领袖 你在家里有没有负责什么特别的职务? 你有没有帮爸爸妈妈做家务?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的任务 今天就让我们看看一个收到上帝特别任务的人 上帝给了底波拉一项很特别的任务 就是要他带领以色列民 是一件很艰难的任务 以色列民宁愿敬拜偶像 也不愿意信从上帝 早在二十年前,耶稳王攻打以色列 最后他成功占领了,还要劳逆以色列民 就是这样,所有人就在这个暴君和将军西西拉的暴政下过日子 而耶稳王和西西拉将军有九百架铁车 底波拉被上帝呼召成为一位穷法官 又没有屋又没有楼 他就是坐在外面的一棵棕树下办公 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来到,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和得到他的意见 一次又一次的,他听到这班人后悔转来上帝去敬拜的偶像 人们请求他教导他们如何认真的敬拜真神 有一天,上帝和底波拉说 我听到我的子民的祈祷 我会将他们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 底波拉听到上帝的指示 他将上帝的说话传递给军队的指挥官巴拉 上帝吩咐你率领一万人去塔坡山 他会将西西拉交在你手上 巴拉很害怕 他知道西西拉的军队是多么残暴 因为他们曾经攻击过他所住的城镇 但巴拉尊重底波拉 因为他知道上帝是通过他和自己说话 如果你都跟我去的话 我和他的军队才会出发 巴拉是这样回应 当底波拉同意和巴拉一起去到战场 上帝吩咐他给巴拉第二个指示 因为你想我和你一起去 那你就不会因为赢得战争而得到荣耀 这份胜利将会归于一位妇女 底波拉、巴拉和一万人的军队 不用和敌方有很多交战 当巴拉和他的军队见到西西拉的时候 上帝令到敌方全军的灰乱 西西拉和士兵都汽车逃走 巴拉的军队在后面追赶和击杀他们 但在大混乱当中西西拉走掉了 他一路走到雅易的帐篷 雅易的丈夫是他朋友 所以西西拉自以为他已经从死里逃生 西西拉请雅易给他食物和地方躲藏 但是雅易知道西西拉其实是一个很坏的人 所以当西西拉睡了的时候 他就杀了她 而这个也应验了底波拉的预言 一名妇女雅易杀了西西拉而不是巴拉 上帝在教会里使用少数人作为领袖 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年轻的还是老的 有钱的还是穷的 小朋友都能够成为上帝所拣选的领袖 上帝会帮助一切他所爱 和信从他的人成为好领袖 我们应该听上帝所拣选的领袖 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经验当中学习 也更加好的了解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计划 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准备好顺从他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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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